Hello 大家好 我是侯天彤 旁邊就是我徒弟黃玲玲 我會和他準備四輯網課天童錦囊 我會用全新的靈活實用教學方式教你們 保證你們學耳致用 第一個錦囊就是子平八字學 就會令你更加認識自己大眼識人 第二個錦囊就是聖明文字學 助理名成利咒 第三個錦囊就是擇日周吉學 教你如何運籌維押 還有一個錦囊就是風水環境學 幫你建立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 7月23日上架 多謝支持 師傅 是 又是一字記之時間 是 這次一字記之約 什麼 癲 癲 我記得 因為上一集 你不是提過 7月7日 那個月 是 7月7日之後 那個月 是 人們的情緒會出現變化 是 有些是癲癲的 是 是 今天不用派成績表 但一定要讚揚一下你 最後我找到四種 我覺得是癲癲的 是 癲癲的 有些人 一個就是一劏房 那個人很嚴重 是 因為那個男士主 應該是縱火 那宗很慘 那宗很慘 三母女 不是 三母女 對 那宗真是癲癲的 哪可以這樣 苦毒都不吃而 是吧 又是甚麼 又是情緒衝動 情緒 真的癲癲 真的癲癲 是 但是整班人都未見過 即是爭車座 我知道你講變態 中區八個人爭的士 是 打架 是 打架 譬如我和你爭車 最多罵兩句 是 恐來恐去 八個人全無行 一邊鬥開拖 是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據聞 是 《果報》那個女記者 大罵正宗 不是 她是之前的 之前曾經做過 報館記者 是之前的 不是她的之前 是 是 她也是 是 情緒問題 一定是 為何會無端端 又要闖進去 接著 一路闖進去 一路闖進去 一路脫衫 對 脫衫做甚麼 為何這麼奇怪 這麼奇怪 好像拍片一樣 是 另外一個就是 又是 這個我想 周不時有發生 就是 喝大了 是 喝大了 吵架 可能 權來卻枉 但沒理由 撥穿老豆的頭 是 兒子爆了 老豆出來 這些也是 總結來說 就是 我自己 歸納在 情緒衝動 又加上熱 吵枉 然後 因為這個月 就是 天黑地沖月 天黑地沖 我們也有分 是 有 金黑木 水黑火 那些 今年的 月味月 月味 是 天干就是 新月沖 這個月 受到傷害 整體來說 月 代表精神 情緒 思維 那些 又再加上 這麼熱 幾樣東西 天羅地網 這樣罩著它 容易發生 一些 刑毀 尋仇 破壞 甚至乎 家暴 暖發脾氣 其實 每年都有 不過 不知為何 在這個月 這麼巧 每天都剩下 一、兩宗這些 對 我們只有說 勝利充分了頭腦 是的 現在整個熱浪的充分了頭腦 這個月 還要加上 勝利不到也充分了頭腦 其實 這個月還要小心 美股經常在創新高 會不會有少少勝利充分了頭腦 這件事我真的要問你 如果全世界大部分的人 當然不可能全部 如果每個人都情緒出現變化的話 那是否代表容易發上發落 當然 當然 這個市場 現在都是發上發落 是嗎 我們一會兒在Patreon才會說這個 好 第二件事 我想問你 有一個陰謀論 是 有一個陰謀論 就是說 海地的總統 是 是 那個莫伊之 是 被人暗殺 即是被人刺殺 不是暗殺 刺殺 是 刺殺 是 刺殺 有一個海地曾經在英國 在美國住過的醫生 就是海地的醫生 是 好像是他才是主謀 是 找一群人來做替死鬼 是 他曾經亦都說過他才有資格做總統 這些我們先當陰謀論 就是越揭就越多 你知道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學索迷離的事情 是嗎 可能有些FBI 有些什麼事搜到出來 但是從玄學那方面 你又怎樣看這件事 是因為有什麼天、地、狀、衝、黑 在玄學那方面 我們沒有那麼多陰謀論 我們純粹看看天象 或者什麼 玄學是沒有陰謀論 因為你公司也會犯太歲 所以我們先說 是 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最大的 有關聯的就是 極有可能是一個日蝕效應 你記不記得我們在6月4日那集 是 出街那集 是 一字記之藥 在Patreon時段 我會說 6月10日幾丑日日蝕 日蝕在5月 我曾經標題了一些東西 例如說 如果在5月幾丑日日蝕 的話 就會大罕 然後又有神佛其主 然後還有一件事 我看不太明白的 就是婚家欲事 後有小兵在西方 我曾經和你研究過 婚家 即是外家 即是說 總統的老婆那邊的人 好了 這個 這個不是陰謀論 我只是聯想到 即是醫書直說 如果是的話 可能要從這個途徑去查 是的 這件事又很奇怪 現在網上的陰謀論 又說牽涉到某位女士 某個國家的女士 不是國家 是某個地方的女士 又牽涉到某個大國領導人 又說有甚麼參與 其實都是牽強的 證據不足的 師傅 你剛才說過婚家 那就是外家 外家就是那個女人 女人那邊可能有些朋友 或者有些甚麼 可能是跟她認識的 這麼巧合一件事 我不知道 我看報紙 我未確認 就說第一夫人 即是海底的第一夫人 救得回 好似說甚麼 送去美國救 對 送去美國救 對 你說是否奇怪 這件事 我們不是說陰謀論 不過是依你那句說 是的 就是我們從這個途徑去想 為何我會有理由相信 海底總統這件事 跟日蝕有關 因為通常日蝕的效應 在一個月之內是最高峰的 你看看 6月10日日蝕 是 一個月就是7月10日內 是 我們會很密切留意 整個世界發生甚麼事 發生甚麼事 這麼巧它就在7月7日 7月7日 是 又是大鼠 即是立大鼠之日 對 就發生這件事 接著我再找回 我純鼠 小鼠 小鼠 沒錯 小鼠7月7日 沒錯 好 這麼巧 我馬上記起 分家獄士 是 是即是殺 是殺 是即是殺 是 由下殺上 就叫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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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陰謀論也好 我們就不講陰謀論 我們全部都講 玄學就不講這些 接著 還有一件事未解釋得到 甚麼叫做後有小兵在西方 這件事真是交給大家去思考 我也想了幾天 怎麼知道後有小兵在西方 我想遲些就會揭曉 後有小兵在西方 他們已經揭曉出來 有很多那些 即是那些 Gerga 是 雇傭兵 雇傭兵 那些 即是說是替死鬼 那些人去殺總統 那些 其實不是殺他 想弄走他 還是甚麼 不知為何殺了他 然後又說走了一班去某個地方 某個地方 又說哥倫比 又說有 又說去領事那裡避 好像不叫領事 叫做甚麼 使館 不是 未去到領事級 後有小兵 這些就是小兵 難道這些將軍 是嗎 是嗎 在西方 當然是在西方 難道他請 東南亞兵 不是 東南亞兵 請我們中國的小兵 是否沒有所謂 總之 都叫做 認了新聞 這句話很認 師傅 這句話真的很厲害 見仁見智 你那些人瘋瘋的 那個人也認 是的 你這個分家浴室 有小兵在西方 兵在西方 這個也是很認 有些事真的不到你不相信 所以為何我一直都很強調 月食、日食 每次一定要說 是 不管他重不重也好 都要提醒大家 我們中國古人的智慧 沒錯 幾千年 是的 他寫了一本書 講完哪個月份 日食、月食 或者是六十日裏 哪一天 日食 全部講完出來 這個結果 我收到當保 就是收到當保 因為我們中國的智慧傳統 下來幾千年 日食、月食 我們當作有些事會發生 我們是很重視的 是的 西方什麼日食、月食 什麼事? 他們有一個豆腐 即是吃了中間的洞 吃了 吃了 其實就是因為 日食跟太陽有關 月食跟月亮有關 因為太陽跟月亮的磁場 引力 那種能量 是直接影響 不是直接影響 是支配整個地球的運行 是的 這個地球很重要 你月亮就繞著地球來行 地球是繞著太陽來行 是的 你說磁場側一側就沒有了 沒錯 即是等於什麼 如果日食 我當你五秒鐘這樣說 你忽然間關燈五秒 再開 人都走了 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即是你突然間磁場出現問題 是的 停頓了一會 地球沒有了 是的 所以我覺得是科學的 很科學 去研究日月食是科學的 尤其是研究天星那班人 他們完全不會認為日食是迷信 因為他們是三連星 其實是統計學 所有食不論日食月食 都是月亮、太陽、地球 成一直線 是連珠 三星連珠 他們的學說都很重視 不是中國人重視日月食 所以我覺得一點都不是迷信 好了 師傅我們下一節 接下來要講的 就是東京奧運 大家好 我是王冠一 我和侯師傅的一字記之 新Patreon訂閱計劃 已經上了架了 我們會在這裡 繼續和大家 暢談環球經濟和時事民生 當然還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風水玄學知識 記得訂閱